我們要準備要上電梯了 這裡好像隨時都可以讓我拍 時尚大片的感覺 在影片開始前 記得按下訂閱小鈴鐺喔 欸我們今天搜索這時候來到一個很時髦的地方欸 新竹的indigo 對我們今天來到新竹 以前一直覺得新竹真的是一個非常無聊的地方 雖然是我自己的家鄉 我們趁這次的機會打 我們要打算來個新竹一日遊 你決定選擇indigo 聽說在曼谷評價是蠻好的 曼谷就很復古 很復古 那我現在外觀看起來好像是一個商業大樓 但我不確定它裡面到底怎麼樣 所以我等一下就是會為大家開箱indigo飯店 讓大家覺得indigo飯店是好還不好 我們會給它做評價喔 那我們準備走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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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隨便跟著吃嗎 可以吧 你幹嘛都不理我啊 你要跟我互動啊 可以嗎 你跟不起來可以嗎 好 走 我們的房卡是512 超近的 敲一下 好像很不錯耶 好像很不錯耶 哇 還蠻不錯耶 我覺得OK 因為其實我們花多少錢啊 忘記了 3200 3200 反正我到時候再列那個到底怎樣 比較好喝的 我其實很喜歡這面牆耶 這面 我覺得非常的 Modern 欸我這邊拍上大便 呵呵呵呵 這邊還有幾床 這邊沙發還有音響怎麼可以弄 質感蠻好的 健身房 24小時 那你有沒有要看那個門路呢 那你有沒有要看那個門路呢 滾 你脆啊 我跟你講裡面 呵呵呵 呵呵呵 他就換一件浴袍 兩件浴袍 有兩件浴袍 我們兩個可以一起穿 呵呵呵呵 哇 是Espresso嗎 Espresso的咖啡機 Mini Bar都可以任你使用喔 喔 你看還不錯耶 好 我們到時候早上就可以泡咖啡來喝了 那 有一個 喔 還有餅乾 餅乾 餅乾 沐浴系列都是AVEDA的 沐浴系列 沐浴系列 看一下 小小罐AVEDA 不錯耶 欸我覺得他其實都用得蠻好的耶 哎呦 讚讚讚 AVEDA系列 不是隨便的牌子 對啊 算蠻用心的齁 你看我現在去哪裡 我們去樓的吧 他去樓的吧 就是 我們好像辦了他的會員耶 他就辦了會員之後 他就送了我兩張 就是他們的 貴賓券 然後就可以去他的酒吧消費這樣 所以我現在去酒吧消費樓 而且樓下好像很美耶 去看看樓 對對對 真的超美 乾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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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換了 白酒喝 你看 擋我是不是 還可以啦 他那個券啊 就是他有 特定的 就是要換的東西 然後我們沒有換到調酒 所以我應該點吃 好 那我們當然可以吃了 呵 你很餓是不是 其實有點餓 因為剛剛那個 晚餐出來 晚餐吃很多好不好 你吃我 超好飽啊 我們吃了 新竹的鴨香飯真的超好吃 鴨香飯很小碗 然後一盒蛋 他有蛋啊 然後又吃了肉 完碗 來新竹要幹嘛 一定要吃鴨香飯 超好吃的 但 座位就不怎麼舒適 只要人太多 他就小 呵呵 那你覺得這座位舒適吧 你現在座位很舒適 你看 現在座位是舒適的 啊 這個一定很爽 這椅子好爽 他買一張回家 我覺得Indigo 目前我跟他的評價都是 欸 都很好 而且他現在開在新竹 呵呵 欸什麼意思啊 他大直有一集 但新竹他開在就是 新開的道路啊 公道五上面啊 那邊有遊客嗎 其實蠻多人住的 你有發現嗎 新竹真的是 旅遊沙漠 可以這麼說 欸我跟你講 原本我們今天 原本想說來新竹想去那個 豆腐岩的 對啊 然後呢 豆腐岩在整秀 我真的覺得沒有拍到 時髦的大片 超黑的 東門城啊 新竹其實東門城之前 還有屋城都整秀得蠻漂亮 可是我們剛剛一來啊 也全都是 在整秀 欸你幹嘛偷喝我牛奶 喝一口啊 呵呵 我吃完早餐了 貪吃鬼 金牛座 就很想吃他的早餐 金牛座貪吃鬼 他都付兩份早餐 給我們不吃 來不吃 其實剛剛 一早就說我要吃吃吃 唉唷 肚子餓嘛 奇怪 動來動去 愛打呼 小囉嗦 你可以也打了一下啊 好啦 我要介紹一下 Indigo這個飯店 這個飯店 它算是國際型的飯店 然後我覺得它比較 它整體的氛圍 就呈現像我們所 剛剛我們前面有所介紹 就是比較摩登 然後比較時尚 比較流行一點的感覺 所以你會看到很多的電視牆 或者什麼之類的 然後其實在它剛剛我們 在吃早餐的地方啊 我也覺得 它其實裝潢風味都還蠻不錯的 我也覺得 我蠻推薦 就是來這邊 可以享受一下 就是親優的早餐 你看我在白色這個 褲骨底下 我覺得好像蠻漂亮的 有嗎 有是嗎 呵呵呵 剛才喝的牛奶 感覺有點小浪漫 不要再喝我牛奶了 唉唷 我的蛋白質 好啦 呵呵 其實Indigo這個飯店啊 其實我覺得它在 它在設計它的美麗和菜單的時候 它有把周遭的環境的 就是當地的特色的一些 餐點融入建 比方說 因為這個Indigo在新竹嘛 所以它其實在它餐點部分 非常多的就是 共玩啊 米粉等等之類的 餐點可以 供我們去做選擇 所以我覺得蠻接底氣的 然後 像剛剛啊 就是它每個桌上都會了一個這個 小木甲 這小木甲是幹什麼用的呢 就是 它有一個是現做區 你可以去把小木甲 就夾在那個現做區的那個 你想要點的東西上面 然後 廚師看完之後呢 它就會立刻就是 做 做餐點 然後送到我們的餐桌來給我們吃這樣子 那我覺得這個還不錯 然後像這邊的餐點 我覺得像剛剛吃早餐的新的就是 我覺得其實中餐西餐 然後還有 就是自助buffet等等 你想的到幾乎都有 我覺得算是蠻齊全的 對不對 對 我在放空啊 你放什麼空啊 你好好聽我講話 所以我覺得整體來說 我覺得它早餐這個地方 我覺得還蠻不錯的喔 所以有機會如果來住這個飯店 也可以來吃一下早餐 Indigo整體下來的評價 我給蠻高分 就是蠻分五顆星的話 我會給到四顆星 因為就連它的 除了我剛剛說的裝潢氛圍之外 我覺得它連它 服務稱的那個 服務態度都非常好 我覺得給蠻高的評價 我還蠻喜歡的 四分啊 四分 所以跟我們一樣 對 你要講一下 講一下新的 早餐方面我就略過 因為我對早餐沒什麼感想 因為就是沒睡飽 所以就沒家 然後 我現在還是還是水種啊 我現在還是 不然我什麼事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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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房間的話 我覺得還不錯 很推 因為我很喜歡它 跳高 空間感 雖然沒有很豪華 但是 該有的都有 然後也乾淨 對很舒服 對 那就是 隔音好像還好 因為樓上小孩 跑來跑去 那腳不是很吵 呵呵呵呵 有我發現這件事情 對 但就是整體來說 空間感 跳高這邊就很加分 我希望未來可以開更多 就是有關於就是 飯店 或是我們自己去旅遊的一些 就是小新的給大家看 記得幫我按讚留言分享 說走就走 下次見囉